回来看有人 尤其是演艺圈 有些人呢 他们的感情路走得并不顺 所以有许多女星就未婚生女 像龙千玉黄以玲都是单亲妈妈 他们要兼顾家庭和事业 生活过得比一般人都要心酸 那么二十多年前 红吉一时的铁肺歌后珍妮 她在丈夫过世之后也未婚生女 当时引发了争议 不过现在女儿Melody已经二十五岁了 长得婷婷玉丽 也常在珍妮的演唱会中 出任艺术总监 撇飞歌后珍妮在1987年 生下女儿Melody 但当时珍妮的丈夫复生 早就过世四年多 孩子的爸到底是谁 一直是个问号 什么四拐婴儿 我觉得蛮特别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 我就觉得还不错 OK啊 她是我妈 这个是唯一的事实 就这样 对于绅士Melody看得很开 仔细观察她和珍妮 母女两笑容一样甜 也都有着一副深邃的轮廓 虽然珍妮在舞台上 是红吉一时的女明星 但回到家却是一位严格的妈妈 我满言 我是一个很严的妈妈 我一喝住她 她就可以 她本来在走路的 然后只剩下 她是不敢动的那一种 就是我们家是这个样子 看她上台的时候 或者是看她表演 就觉得好像 哇 好像看到 鼓上升 然后就自己好像 变成粉丝这样子 但是回到家 就是看到 就是妈 就是要吃东西哦 珍妮丈夫是已故香港 武打明星附身 1983年车祸过世后 珍妮从未再婚 因为附身是她的最爱 现在女儿Melody成为珍妮的最大支柱 你是很乐意的去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是快乐的辛苦 你懂我在讲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 虽然很困难 很辛苦 很累 但是你是很开心的 珍妮的心声 或许是许多单亲女明星 心情最佳写照 现在Melody已经能独当一面 还常在妈妈的演唱会中 担任艺术总监 这也算是给珍妮最好的回报 明天新闻将送我黄信 陆太宝宝